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除了读书4年 我们每间大学都没有中医院 今天都没有 最后一年 我们的第五年 现在来说是第六年 很多时候都回到国内中医院实习 当年你是不是去广州呢? 是的 我去广州 所以去到那一年都挺开心 因为虽然全年在那里学 跟不同的老师、科目 去学不同的中医 实际操作是怎样做 看医院才见到病 当时我们去广州 其实语言也很相通 其实生活习惯也很相似 现在见的病种也跟香港很类近 也有一些治疗可能香港比较少见 比如火针的疗法 有些蜂针 蜂针 蜂针 用黄金针 看到金针 那些比较香港少见 或者推拿的手法 在香港没有变得那么多 所以那一年 加上大家全部同学住在同学宿舍 在广州 其实那一年都挺开心 挺特别的 所以中医来说除了读书的辛苦 其实做实习也同样重要 始终动手医病的能力也是很重要的 还有我想其实我那个年代 刚刚这么巧就是沙士 我到实习 差不多最后一个月就沙士开始爆 所以变成本身我们刚才说了 因为我自己的年代就是第二年本科 很多上去毕业的中医师中医学生 其实我们实习的时候 说的是香港门诊的情况 跟你在病房其实差很远 所以变成我们每一个科室都要去流转的时候 其实很珍惜 第一病人的量 第二病人的种类是很不同的 第三就是看到的西医的东西和中医的东西都很不同 就是你会在一间中医院里面 会看到中医可以开西药 亦都可以开中药 反过来内地的西医都可以开中药 所以你会见到内地的医疗体制和香港很不同 所以有很多珍贵的手术 原来你不用下手下做的 当然如果老师邀请你上手术台 其实是一个很珍贵的机会 但你变成回到香港的时候 因为都很累近他们 变成跟香港的西医合作 我发现是一个很好的珍贵的交流机会 就是你容易一些沟通 因为病人有时都会问我们 这个手术是怎样做的 我做不做好 我去问中医的 很搞笑 但有时我又会觉得 有些东西原来西医本身 现在手术的技术 跟以前已经相差很远 那你会很信任西医的团队 如何去帮病人 所以我想中西医之间 譬如实习的八到九个月 其实真的要珍惜的 因为香港你不会见到 你不会有机会进去scrub in 你连洗手可能都未必懂的 但起码你现在COVID 但起码你都懂得帮自己做清洁 这方面我会觉得实习很难难可贵 中医和西医很不同 西医本地读 读完毕业就做实习 正式注册做医生 但中医如果大家报道 留意一件事 即使本地读出来 都要考一个执业试 这个执业试通常是 就是完毕业的实习 就是一个在暑假的时候 报告一个公开的中医执业试 虽然是一个额外的考试 但其实很多时候的内容 都是同大家去读本科 去读学试学位的时候 都是同一个考试模式 所以我觉得不需要太担心执业试 因为一般来说 其实三番大学的合格率 一次合格率也是非常高的 要我认知接近八成到九成 所以很多人毕业 很纯畅地成为一个注册中医 所以再说一次 注册中医 你需要读完五年或六年的 一个中医本部课程 接着就考了执业试 通常很顺利地 大部分人都会成为一个注册中医 但我也知道 很多学生在看这个影片 都会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读中医之后 你畢了业 那有没有出路呢? 我们有时 如果过往五年、十年 久不久听到一些新闻 读中医很惨 过出来有没有工作 又要转行 其实实情是怎样的呢? 基本上要我认知 因为大家要先明白 香港中医的分布 其实香港私人执业的中医师 占整个私人市场大概八成左右 即八成的私人执业 是的 基本上你可以去到香港 香港统计署的资料 其实卫生署都有 中医人力资源的分布 其实八成左右都会出到私人市场 但我们当年本来要进入十八间的三方合作中医诊所 当时只有三间 所以进入政府的公营体系中的中医诊所 是欠编头的 所以变成很难欠编进去的 或者留在大学的中医诊所 但八成都会出到私人市场 但现在已经开足十八间了 所以同学们就不用太担心 第一 如果想有一个系统的培训 都有十八间的中医诊所 政府是拍胸口 第一时间会邀请本地的毕业中医师 去进入这些培训中心 但有些中医师 基本上有些是家里几代都是中医师 其实他们会出货到私人市场 但刚才所说的 你也要找食物 但其实我对香港的本地中医师 或者注册中医师 都很有信心 其实因为本身他们考这个牌 就是要确认中医有一个执业的能力 所以香港中医药管理委员会 其实基本上都见到过去十五年 大家都注册了这么多年 基本上他们都有一定的执业的能力 所以基本上同学 如果真的尽心尽力为病人 病人不会看不到的 所以基本上都不用太担心 不过可能头一两年真的要捱一捱 起码你要慢慢去 病人要认识你 第二就是要回去 比如我们经常都喜欢有一句说话 就是学医三年就无病不可医 开头学医三年就觉得什么病都医得好 但是读医三年之后就发现没有药可以用 其实医术要不断去鑽研的时候 你才会有一个地方可以进心下去 所以你问我出路好不好 其实反过来就是四年之后 大家都会有一间中医院在香港建立 所以我会觉得第一 大家会看到出路只会愈来愈阔 例如大家看到最近一些数字 其实18间中医诊所的病人流量 其实是不断上升的 其实我看不到 反过来就是大家都很害怕 没有东西做 譬如我现在 我想大家都出了来私人市场 反过来就是说病人 因为大家都出不了国 即出不了去 那就留在香港 除非移民而已 但是香港医疗的需求 因为加上人口老化 其实病种反而越来越多 而且越来越复杂 所以很要求医师本身 如何跟病人沟通 以及医术的功夫去到哪里了 所以简单来说 如果新毕业的中医师 现在出路不少 因为有18间公营医疗诊所 以我所识的 有些同学在里面做某些诊所主管 很多时候不是说 那些毕业生找不到工作 是那些地方请不到人 那些毕业生太多选择了 除了这18间诊所之外 其实很多私营中医的诊所 不断扩充几年 其实需要的人也是很多 因为我自己都经常听到 一些同行都说 我们想请一些新进的医师 有没有好的介绍给我们 其实代表什么 代表一个人 毕业时 如果现在是一个人 可能他有多一份工 他根本可以有些简单 所以就业方面 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中医市场 正如Randy所说 你看到这几年是越来越蓬勃 因为吃中药的人越来越多 亦人口老化 其实香港一个发达的社会 对于一个所谓亚健康状态 就是很想用中药的方法 或者其他一些證拯方法 令自己身体机能成佳好 所以很多时候 未必只看一些很大的病 可能一些小的病 或者所谓俗称的 条理身体 其实需求都非常大 所以这方面 如果想读中医的人 就不需要太担心 但另外还有一些 叫做比较alternative的career 例如有些人 可能去了一些药厂工作 有些可能加入了保险的行业 做一些consultancy 也都可以譬如说 好像我们两个都 其实走了一条 比较迂回曲折 迂回曲折 譬如我自己读过西医 又做过大学 现在出来私人执业 做中立科医生和中医 Wendy 我也知道你很特别读过PhD 我当时当年 因为刚才说 我个人都喜欢试新的 那时我特意不去做中医 因为我对研究真的有兴趣 去做家庭医学 因为primary care 因为中医本身的基层医学 角色是很达出的 但我也不明白 为什么不够研究的数据 令西医信服 在基层医疗的角色更重 所以我去了Fanmat 即是香港大学基层医学 及治疗系 读了我的博士 所以我完成后 都会去到香港大学的中医学院 做research 以及进入中文大学那边 中西医建合医学院所做研究助理教授 所以你会看到我走那条研究的路 其实都挺丰富的 为什么到最后 我们两个会有再碰头呢 我想因为这个因缘制会 我们发现到癌症 其实你做了西医那边的 专科、肿瘤科医生 我基本上就是肿瘤不外乎 就是说很多盲点 我的师傅是陈秉中教授 亦是你以前的老师 他都将他的功力给了我 所以现在就服务社会 学习做一个医师男 所以我都会觉得 其实人类的人口的改变 刚才说的人口老化 其实现在很多病 其实很多时候不只一只病 是他可能去到差不多五六十岁 其实糖尿高血压 加上胆固醇偏高 然后又无端端有多个癌症 其实一个基层医疗服务 其实你要很多中西医之间的互通 譬如大家见到政府也有个看见中心 是护士去做主导的 但其实都会帮忙将社区的资源整合 就是说中医 其实不单只需要知道西医 亦都要知道护士、物理治疗师 或者士光师 或者在一些脊医的情况 或者甚至乎营养师 在做些什么 所以我们会觉得 那个确负面会大很多 是的 所以来说 例如我也是说过一些比较 不是那么正规 即是说护士业就做中医 我们也读过西医 做肿瘤科 也做过一些癌症的研究 其实很多 除了我之外 如果发现有不少的中医 都会去护士业 可能走PhD的老 或者走一些研究的路线 他有一部分 都是做一些和中医有关的研究 但也有些人可能是 譬如入了其他学系 譬如说是腸胃 或者我们也有个朋友 做肾脏方面 医学研究 做PhD 也可以透过中医 或者额外学回来的 现代的医学知识 去做一个研究的事业 我也看到大家的发展非常好 而且有一些中医毕业生 去了医学院做PhD 我听到医学院其他教授 说到他们的印象和feedback 是非常好 我觉得这班中医毕业生 有勤力 懂的东西又多 英文又懂 又可以看到简笔字 又可以看到国外文献 又可以看到中医的古文 我想香港多年培训这班中医师 真的具备一种 除了执业以外 对现代的研究 将来为了推进中医 是有很大的帮助 大家都很寄妄 还有一个出路 当然是未来四年或五年后 有一间中医医院 大家整个中医的业界 都非常兴奋 这件事 将来医院建好 亦需要很大量的人手去帮忙 研究 或者看病人临床方面 其实都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我想我们今天说中医 不是 还有一个 因为有些刚才说中学生 他们都是JUPAS 或者NONJUPAS 他们都年轻想考中医这个课程 但有时有些市场上 有些不是科学 我们说的不是Sign Stream 有些已经毕业了 但他们对中医也很有兴趣 不如你也介绍给他们知道 其实中文大学 有个Master of Chinese Medicine 其实这是一个全科的四年全日制的课程 因为他们可能本身Bachelor 不是中医的 他可能读Education 或者读Business 其实他都想考中医牌 其实有这个渠道可以读全科的一个碩士 所以大家都要知道 其实有时读中医 其实永远不怕迟 但当然你年纪又回到历年 你记忆那方面就会比较难 所以大家要知道中医 其实本身是一条很长的路 有一个commitment 因为刚才也说出路 同学们都一定问我们 能不能赚钱 因为其实你要明白 做医生永远都不能这么快赚钱 因为要看你的因缘制会 你的路是怎样走的 但起码你都在说医者父母心 有一个心去帮病人 你才可以读这一科 我会觉得 知识的东西 其实可以慢慢去培养和累积的 经验都是 但就让大家知道多一点 其实不同的路径 或者将来中医的本科 毕业生的出路是怎样 和过程是怎样 我希望今天我和苏医生 都可以大家一起去 把东西铺在一起 希望大家有一个很好的分享 所以我们今天分享 《读中医之路》 或者一个提示 先说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留言 或者email我们 希望帮大家 尽量解答你们的问题 多谢大家 拜拜